电视剧《王牌部队》是一部充满了争议的剧 在今年的5月份 剧作还没有播出 就因为粉丝们私番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如今 电视剧《空降》也获得了不错的热度 然而 电视剧官宣出主要演员之后 却遭到了著名编剧汪海玲的怒对 她在社交平台上发表了6个字 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部剧翻味的问题 那就是《华天下之大鸡》 不得不说 汪海玲还是那个仗义直言 敢说敢对的汪海玲 6个字对得很 刘亮又被嫌弃了 这部剧是一部军旅题材电视剧 有《亮剑》中的两位重量级演员李佑斌和何正军的加入 成为了电视剧的一大看点 十几年前的《亮剑》真的太深入人心了 虽然李佑斌之前也演绎过不少的经典电视剧 但是这部电视剧让他再次疯神啊 在豆瓣上 当仁不让的拿下了9.5分 《亮剑》两个子也成为了一种精神和一种动力 如今 老戏谷再次出演军旅剧 观众们自然是期待万分的 也许是为了迎合更多的年轻人 剧方也邀请了黄景瑜和肖战两位有流量的偶像演员 老戏谷负责演技 流量负责收视 这样的搭档大家并不陌生 然而流量也是一把双刃剑 在今年5月份剧方发出了预告的时候 肖战的粉丝们因为不满意肖战二番的现状而开思 部分粉丝觉得 剧方用了流量明星招商 结果自己的偶像却成为了二番 工作室取关了剧方微博 粉丝们也纷纷取关 还给王牌部队的剧方发了庆祝的贺图 官博掉了十万粉丝 可见 粉丝们有多么不满了 到了目前 电视剧空降播出 三位却焕然一新 分为领衔男主演 领衔女主演 特别出演 特邀出演等各种各样的头衔 看下来几乎全员都是主演 同时 剧方还在两位争议最大的流量明星名字后面 标注了按照姓氏首字母排列的注解 满满的求生欲 让人忍俊不惊 剧方也是被逼得没有办法了 这样的一种现象 倒是让我想起了另外一部电视剧 叫雪中汗刀行 演员阵容看起来更是不遑多让的 所有的主演人员 都是按照姓氏的首字母进行排列的 就连友情出演也不例外 这样的现象 也和近日广电发布的规避演员 争翻味的内容有关 广电指出 演员们在电视剧的署名方式 顺序 位置等由聘用合同决定 也需要规避争排名等署名纠纷的发声 同时 外籍演员还需要标注相关信息 按照首字母 也算是响应号召了 可以规避演员粉丝们私翻 剧方也很聪明 既然都在争翻味 那么现在就给你一个主演 而且是全员主演 一部电视剧 演员仅仅占据一个方面 最重要的不应该是剧本和导演吗 如果是一个烂本子 你把李又斌和郑军请来 都无济于事啊 换句话说 如果演员表现出色 即使是二番 三番 甚至是四番 不也同样很吸睛吗 角色都是依靠演员们来演绎的 金杯赢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认真演好一部剧 才是关键 全员主演这样的情况 以后会成为一种趋势 等着看吧